将紫糯米铺平 接着放上生菜 肉丝 红萝卜 小黄瓜等配料 孩子们发挥创意 捏成自己最喜欢的图案 最后在外层包上海苔 一颗营养均衡的彩色饭团 就制作完成 就是任何食材的颜色都会加进去 里面有很多料 就是有小米还有白糯米 好像还有紫糯米 我们就是在强调说 食物用的越多种 颜色越多 像彩虹那么缤纷 那其实代表的就是说 它的食物很多样化 营养素很多样化 那小朋友吃的就是会比较健康 身体比较多的营养素来源 这是北投青江国小的特色教学课程 学校营养师先透过影片教学 带大家认识制作饭团所需的材料 包括糯米种类 在地当令食材选用 接着就让孩子们亲手包饭团 少油 少盐 少糖 吃起来健康又美味 我们整个环境的特殊性 加上说我们有个专属营养师 那加上说我们老师们 其实愿意配合实施这种课程 那所以我们在小田园跟食农 还有健康饮食教育方面 其实有推动一些课程 那这课程其实让孩子们 因为吸收有一些收获 所以回去之后家长本应很好 由于市售饭团因为是用挤压的方式制成 所以需要的饭量多 淀粉也越多 如果再加上油条 肉松 一颗下肚至少520卡起跳 学校透过特色教学课程 就是希望让孩子们DIY彩色饭团 避免摄取过多热量 减轻身体负担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道